亚特兰大VS帕尔玛 亚特兰大VS帕尔玛 比赛时间北京时间10月27日21点 英文比赛兴致 一架联赛重要商品 亚特兰大马西耶罗商品帕尔玛 德兹 蒙塔里 迪马克 格拉西 卡拉伊奥山田固网战绩 进市场 亚特兰大四胜两平四负进去战绩进市场 亚特兰大一胜五平四负进市场 帕尔玛四胜两平四负主彩分析亚特兰大方面 球队在上一场的一架联赛中合场无比一大胜切获 取得进市场比赛的首胜 目前其9分排名第15位 帕尔玛方面 球队在上一场的一架联赛 中主场英比尔布迪拉奇奥奥 目前基石三分排名第10位 双方最近一场交锋中 两队0比0握手言和 盘口方面 博彩公司开出了主队 让一球的出盘 守住以后 盘口纷纷调整一球球半和球板 亚特兰大近期状态不佳 而帕尔玛表现不足 排名也高于亚特兰大 但盘口此次给出如此身排 足见对于主队的信心 欧赔方面 精彩官方开出的平培和副培高 云特兰同样看好主队赢球 预测结果主彩 亚特兰大胜预测比分 2比3比1 恩波利vs游文图斯比赛时间 北京时间10月27日23点59分 比赛性质一架联赛重要商品 恩波利 无游文图斯 埃姆雷战 赫迪拉商品 阔网战绩 进市场 恩波利4胜1平8附近去站 季进市场 恩波利1胜4平5附近市场 游文图斯9胜1平足彩分析 恩波利方面 球队在上一场的一架联赛中3比3 打平了弗洛西洛内 目前G6分排名联赛第18位 尤文图斯方面 球队在上一场的一架联赛中1比1 打平了热耐亚 周中欧冠 客场1比0击败曼联 目前G25分高居第一位 双方最近一场交锋中 尤文图斯2比0击败了恩波利 盘口方面 博彩公司开出了恩波利瘦让球 半两球的出盘 守住以后 盘口一致调整为瘦让球版 尤文图斯的实力在恩波利之上 此次做客给出球半两球扣张盘球版 对于老富人大胜信心不足 此次看好班马志团银球输盘 预测结果足彩 尤文图斯胜预测比分 1比20比1都灵VS佛罗伦萨 比赛时间 北京时间10月28日2点30分 比赛性质一架联赛 重要山停都灵 利亚克山停佛罗伦萨 无货网战继进市场 都灵二胜五平三副 进气战继进市场 都灵四胜四平二副进市场 佛罗伦萨五胜两平三副足彩 分析都灵方面 球队在上一场的一架联赛 中合场2比2打平了伯罗密亚 竞速了比赛导致不败 目前基13分排名第九位 佛罗伦萨方面 球队在上一场的一架联赛 中一比一打平了卡利亚里 目前基14分排名联赛第六位 双方最近一场交锋中 佛罗伦萨二比一击败了对手 盘口方面 博采公司开出了平手中水的出盘 守住以后 盘口调整为平半高水 双方过往十次交锋 也五次打平 按理说平局应该拉得比较低 但大部分公司都给到了3.2以上 其中为林希尔和利波 更是开到了3.35 而升赔和复赔都在2.9以下 可见对于双方分胜负更为看好 预测结果 足彩分胜负预测比分 1比22比1 3.1 3.1 3.1 方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